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冠軍賽 冠軍賽的競猜呢 好像是你必須要在線上 然後呢 這邊是 上面有一個類似籌碼的東西 那你可以在這邊 跑馬燈留言 什麼太狂了吧 之類的 好 押注階段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目前這個 雙方戰鬥的部分 我是押誰啊 我押的是上面的玩家 其實可以看一下說 這些大大 它是用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 對面這邊上的是什麼 光暗 然後 風火水 正好是五系各一個 所以說這個就是 如同我之前講的 這樣子培養的話呢 肥料比較好去培養 那對面呢 對面其實也是一樣 這個風火水 光暗 各有一隻 那如果說是五系各一隻的話呢 其實就是 攻擊力加 我記得是攻擊力加12% 然後 生命加17% 嗯 這邊也可以這個 這個即時喔 GG 這樣子 很像那個彈幕的東西喔 我看來 我應該拆對了 我應該是 4次拆對了吧 反正拆的方式呢 也很簡單嘛 哪一個人戰力強 就拆哪一個嘛 那 不過呢 這樣子也不是我贏啦 還是要看這個陣容 不過一般來說 如果說戰力高人家很多的話 大概都不會 這個差太多啦 好 然後 哇這個有補師全體補 所以看一下 喔這隻角色 好像每個人都有用耶 啊糟糕 這隻角色我好像把它吃掉了 我去練那個 那個攻擊手啦 那個那個 算是新手角色 好獲勝了 欸欸 冠軍賽前三名 然後競猜成功 我獲得了 蛤?什麼東西 您在冠軍賽獲得了193名 欸 我也有是不是 好 那就 那就隨便吧 然後這什麼 170塊 這什麼 3系英雄自選卡 喔170塊 可以選一次這個角色 喔沒有啦 我沒有要課啦 好所以這樣就結束了是不是 然後我猜了 我獲得了這一個 這是什麼 代幣75枚 啊可以幹嘛 進階水晶 然後獎勵 不對啊這個是比賽的獎勵吧 好然後 這個是 我們就給它按一下讚喔 這樣子 那我的這個陣容是193名 我好像是打競技場獲得的吧 活動當時是2110 然後競技場排名前256名 將自動獲得參賽資格 我現在是 我們應該是我們這個服的這個 競技場的這個排名吧 然後排行榜 喔剛剛有這個報警處理喔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它是使用什麼樣的角色 時光之主是不是 喔 欸 我有獲得這隻角色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這個大大它是什麼 蒼穹之槍 呃這個 召喚聖槍 然後使目標傷害降低 暴擊降低 呃這個是 使目標治癒受到限制 然後 嗯 為我方生命最低 喔能打能補是不是 好 然後所以記住一下這些角色 然後龍姬 龍姬好像是心服開服的話 都會獲得一隻角色喔 所以這個 嗯 傷害也是蠻高的 在打那個 呃深淵的時候啊 呃應該是 呃那個什麼 記憶喔 有 呃它有讓你適用一隻龍姬角色 覺得傷害力真的是蠻強的 好 記一下記一下 然後這個裁決者應該是阿努比斯吧 因為它的那個全體啊 可以大家暈眩齁 那時候我有提到 呃這個全體暈眩感覺上就是不錯 好 然後元素之主這個是光的法術 也是全體暈眩 所以有兩隻開大招會全體暈眩 如果說運氣好的話 對面就暈到不能動喔 然後龍姬跟這個蒼穹之槍 都是屬於攻擊型的角色 那為什麼用時光之主啊 他是會 呃如果沒有死亡的話 會不會 喔就是一個可以 可以復活的角色 然後又可以有這個傷害 傷害提升 然後這個是什麼 呃又會進化 哇哇好像是非常全面的這個奶喔 好所以大概記一下齁 這些角色如果說這個大大有在用的話 那我們就稍微記一下齁 嗯 好OK 所以說可以看到幾隻角色 大概別人都有 譬如說這個蒼穹之槍 然後龍姬好像三個人都有用 那時光之主也是大家都有用 那蒼穹之槍也是一樣拆決者 好那你可以從這個競技場啊 這個冠軍賽這邊 去看到說這個大家的陣容 然後稍微去記一下哪些角色值得練喔 但是呢 我們也是沒有那麼好抽喔 來看一下時光之主 我有沒有抽到過啊 嗯 時光之主 啊這一隻喔 原來是我從來還沒獲得過 所以這應該是比較稀有的這個角色啦 好那火系的話呢 我看大家都是練龍姬喔 龍姬的話呢 喔喔這什麼東西 喔好一鍵領取 哇領那麼多哩哩哩哩的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在這個活動大使啊 這應該是心服才會有這個龍姬來襲齁 但是這是第一期 他說心服的這個慶典活動會持續三期喔 哇那這個就是課金的遊戲喔 雖然烈火戰線呢 也是當你進去遊戲的時候 前四中喔 會有一個禮拜儲值1500塊錢送你 兩隻密斯特或是傑羅路爾嘛 那我覺得可能這個 呃放之英雄也是一樣喔 那目前怎麼樣獲得龍姬呢 那在這個地方 當你啟動了這個高級月卡 你可以獲得一隻龍姬喔 所以龍姬看起來是 應該是蠻值得練的角色 然後呢 如果說你無課的話 你完成這一些任務的話 因為這個是每一天都會有這個任務 然後這個任務大概就是清久嘛 所以我覺得無課玩家 或是小小課玩家 也可以獲得一隻龍姬啦 那如果說你要升到六星的話 你至少要升 呃你至少要有這個兩隻龍姬喔 那如果說兩隻龍姬的話 至少可以升到七星 因為你看齁 這隻角色是七星 然後呢七星的話呢 七星升到八星 其實也還不需要吃到本體 所以兩隻一樣的角色呢 你那個肥料夠多的話 你是可以一路升到 應該是九星吧 然後這個是進階表 哇這個進階表真的是很萬用齁 這是放置騎兵的進階表 但是我對了一下呢 應該是跟放置騎兵是一樣的喔 呃對不起 放置英雄啦 那我們來看齁 當你五星升到六星呢 你需要吃一個自己的本體 所以說你至少要有兩隻龍姬喔 然後呢升到七星呢 只需要吃同種族任意四隻五星角色 那如果是升到八星呢 你要有一個 呃同種族的六星角色 再加上一隻任意的五星角色 好了 那升到九星之後呢 你就會需要再一隻龍姬喔 所以呢 大概是兩隻龍姬你可以升到八星 然後三隻龍姬可以到九星 那如果說你要升到十姬呢 你就又需要再兩隻龍姬喔 好 那不過那個已經是非常後面的事情了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玩龍姬的話呢 那第一天齁 這個龍姬任意的話 你要啟動高級月卡 那高級月卡怎麼啟動呢 我們點一下喔 這個高級月卡啊 它的啟動方式跟劍影真不大一樣 但是跟烈火戰績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當你獲得了這個名望 就可以免費取得 那這個名望呢 它無法由這個無課啊 什麼簽到獲得的名望 它不會在這個地方送喔 所以這個名望怎麼獲得 就是2點名望等於1點台幣 你就除以2就對了 也就是說呢 當你儲值了150塊錢 你就會獲得300點名望 那這個也是一樣齁 你儲值了490塊錢 台幣你就可以獲得980名望 那你就要找一些這個項目去課金啊 那如果說以課金來說呢 這個特權 這兩個特權齁 應該算是比較值得課的 一個是170塊錢齁 持續1週 每天給你2張高級招募券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作戰特權 作戰特權的話我覺得 應該是大佬課金必課齁 因為他這個每天可以快速作戰啊 才會讓你的這個角色的經驗值提升比較快 因為那個所有的這個推圖啊 主線齁 都是卡你的這個角色等級 那應該說是玩家等級 不是角色等級啦 所以就這個作戰特權應該是常駐吧 但是我本身不喜歡這樣子卡等級齁 所以我這個就是純粹就是玩好玩 那如果說你要獲得一隻龍機的話 大概就是花500塊錢啊 然後每天就可以多獲得這個鑽石 不過我已經刻了這個烈火戰機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先暫停吧這樣子 那你這個等級達到的時候呢 40級的時候他會送你這個聲望 名望值 但是這個名望值呢 無法作用在這個月卡 這個月卡應該是 一定要課金才能獲得這邊的這個名望值 好那這個就是看完人家打這個這個大佬打架之後呢 也順便看一下說哪些角色值得練 那看來龍機是還蠻值得培養的 那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去投資這個月卡了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拜拜